後來繼續來到高雄的高山區 發生到鋼鞍的疫苗 一棟第六五樓 第三二十四樓 回到現建的大樓 說這個地下的樓站 在拔那個大年的梯子的時候 拔得不好寫 整個爪散開 陷入 這什麼事情大條 這就是我們十多年的梯子 就代理的兩個工人先鋪定 救出來的時候 人已經沒開了 其他還有三個工人是 輕鬆到斷滾 這個工地負責人信任說 造業的過程開始是有缺點 工務局也已經下令來停工 第六五樓的四天大樓 同樣 當時在第六五樓百港牛 好像沒有固定好寫 被整個倒去 過的人叫港牛抵到胸 都有人想到嚴重 救出來的時候 已經死去 等候廠商它的一個吊掛 就是把那個倒塌的鋼筋 適度的支撐 然後一些切割器 他們要把一些密密碼的枯筋把它割斷 然後我們救出 倒去的港牛最少幾十棟 加上第六五樓沒有臨時推得到桌 讓所救人員 路牌救人 雙人員可以用 調拐方式把雙車救出來 如果港地負責金 也先進時間過程有問題 當然是試做的過程 但應該有一些問題 現在港長已經叫到 工務局面臨停工 雙管單位也會調查 出國的原因 但是有過程 就會跟他們開發堂 我們都在發披 加油 加油 加油